玩具TV第29多季第5集 刚刚设置完海铲 我们又设置一个海老村兼母 这样也可以设置 设计的 算是一个新的机体 亦是故意为了一模多用之余 又不会令你帮人觉得太特逆的 正义女神义 没有想到它有2号 是 完全是强硬的 但是强硬得来 你给不给钱 就是这样 我选择给了 另外也可以再说 我想这件事放Toys Beepit 还是来到12月初的拍卖会好的 如果大家高兴有兴趣 不妨在下面留言 建议一下我下个星期就在Toys Beepit 走了 还是等到12月初的Granite 和大家 我叫粉丝先的聚意 才搞拍卖呢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意见 要得哥买多两个就行了 这一只是第二只 所以就是放这一只 得哥玩过 看来又贵多几个 那麽糟糕 好了 马上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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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就想想一些gimic 这个gimic 正正就是现在手头上的正义女神2号机 不是2号机 是正义女神2 那为什麽呢 它的定位就是 在这个能天使之后 开始开发这个第四世代的机动战士 在这个DoubleO面世的时候 总是有部测试机的 那就无事啦 就有部正义女神2 这部测试机出来了 那当然啦 其实本身它也都用了不少的 准第四世代的设备 亦都和这个正义女神一样 本身它主要生产出来 除了用来测试这个箱奴之外 亦都可以对应 不同天使机体的一些装备 所以变成它给一般的能天使 或者甚至是战义女神 亦都会有多不同的插口 你有插口 你才可以装其他东西 跟着才可以炒高价钱 你可以买其他装备 是啦 是啦 这些就是真相 即是它就特意堆砌一个故事 将这件事完美化了 如果大家有看过那段短片 其实也挺有趣的 叫你买J&A 哈哈 哈哈哈哈 怎样叫你买J&A 看回一些配件 主体拔出来了 配件 你找到这个测试机的基本上不少 当然 如果你是一个武器向的朋友 你应该会有另外一盒 专属的附属武器 已经装上去 那些人买了四盒 是的 我这些穷主体 已经超出了我的负荷 其实本体也很漂亮的 是的 底座 写上去 是的 灰色比白色好 白色真是黄色的 所以变成了OK 我不拆的 所以拿到一二角 我们不用底座 真是说一些基本的装造 我们这些很安全的 很安全也不看说明书 看回本身 它主要有两款的太阳炉 一个就是正常的尖嘴型太阳炉 另外一个就是用了GN粒子容器的储存罐 等等 某种手机这两个应该都是罐 是的 没错 好 那索性时间关系 我都砰砰砰 先砰砰 如果是普通版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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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机会介绍呢 導演 你觉得 有点 那盒子很漂亮 是 不 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会员版 不是一般坊间版 有钱 他们在说镜头后面的玩具 大家不要留意 不要回错意 不是很爽臉 这个背包 介绍一下 是不是好像Double O后面的背包 我仍然觉得 其实本身装造也是相对比较简单 那么 吸收下去就可以了 吸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你会见到它那个 潘架位 或者是塞钢位 这里有一个扣 只需要用力 便会见到弄烂了 不是 大家来试 再把镭射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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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装的人 是 因为只有一支单柄 一支轴 有些人玩压压一下 就准备了 转了 转个圈 给观众听 应该是最基本形态 这个就是轻装 没有上任何价餐的形态 你会见到 今次其实 有些朋友都会觉得 有没有搞错 我一千多元 买回来不上色 那 你对的 本身你见到 这个 你这叫灰色 还是叫做 淺色的 Tiffany Blue 我不是太懂得分 不过 如果纯粹说 这个颜色的配搭 我自己来说 撇除它有没有上色 我是很喜欢 这个配搭 因为看上去的感觉很舒服 还有 色调比较冷 我自己个人是喜欢的 很适合 这个视作机的颜色 灰色 白色 当然 其实 你会见到 这个 我先叫做 勉强 绿色 即是绿色 你会见到 它的表面有一层 Gloss Coating 珠光 对 你会见到 有点反光的作用 挺残忍的 人们就觉得 就是这一刻 觉得有点膠 对 我又想说多一点 如果大家有玩开 所有其他Mecto Build 或者GFF MC 有上色的话 你玩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点 鸡手鸡脚 因为你绝对 是很大机会 会玩花 基本的 是的 这些你就不用害怕了 真的 如果就这样 这种图装 你不会刮花了 那些什么 什么面 这些路路 所以你 怎样都没问题 我反而令身好 过用蕭歌 看下你想怎样 你不动的 其实 一定是上色 漂亮很多 但是你 是拿上手 按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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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看下 你想要什么 我自己来说 这样的Color Tone 不算太焦 我个人是接受的 是 继续 看看有没有 有趣的东西 可以放一下 想装蜜蜜蜜 有些东西要拆 这些东西要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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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弄了这个 先弄了 先弄了GN电容 给指甲 我先弄了这个 可以 这个也要拆 这个东西要拆出来 这些东西我试过 我试过拆了出来 另外这个拆任何东西 在一个比较大的桌面去进行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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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东西有小 哇 正到 可以安装 我拆完之后 哪里掉出来 你也挺难想的 大哥 其实就这样加一块东西 这些东西的东西 感觉又真的不同了 如果OO 这个设计 这个是刀刃 这个设计 又改变了一个盾 没错 但也有它的特色 我真的安装一安装 又要拆 但是我留意到 它关节位的颜色 和以往Metal表有点不同 嗯 颜色 蓝蓝 好像纸纸蓝蓝 是纸蓝蓝 好像是DESIRE BLUE 哈哈哈 我觉得挺好的 不用跟着它的枪铁色 有辣 也不辣 今晚是不会有SKY X 那只肥三一 不好意思 之前拍了 大家没有看吗 要重温节目 是的 想看绝对没问题 重温这个玩具TV就可以了 有些观众提议你 等你拍卖会 不如这只 好 就凭你这句 好 我就留在这里 记住 12月2号和3号 这一只 是这一只 正义女神2 就会在这里拍卖 祝大家好运 好 接着要玩的呢 没错 就是刚才水哥说的 拆地 有很多东西 其实主要是GN电容这两边 因为我打算 安装这个 滑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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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甲上去 第一件事就要先拆下 GN电容 先 有指甲会好玩一点 是 要不然就 要先拆下你手 其实都是给它玩的 坦白说 是 它算佛心 因为本身 其实你看到这些 位置 它特意预留了一些粒位 给你 就可以用到你的指甲 勾回那一粒东西 所以我也是在这边 谢谢水哥 水哥就帮我另外脱下 我两边的 工具 好 在这些位置 很老鸿 5 5 你试试啊 好 证明 是的,結果還是要拔了錢碗 即是水哥又怎樣了 水哥拆慣東西,手指靈活 手指靈活,水哥 多女粉絲真的不同 沒錯,難怪我沒有女粉 駕駛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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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師兄喜歡這隻,為什麼呢? 因為兩邊不平衡 他玩這個不平衡的狀態 看到他的特色會比Double好一點 其實他都很特地 我用很特地來形容 他很多不同的位置 將他做到一個左右不平衡的 頭 肩膊 背包 武裝 甚至膝蓋 他都用一些類近 但是又很清晰看到分別的一種不同的配搭 而去造就了這個正義女神2 剛才說的盾 就可以裝在這裡 看到這幾個這樣的兩個訊口位 你看看 其實有多有趣 你看看它是斜下去 並不是平的 其實這個設計 就是古代的設計 是 就是Rebond 對 記住 Rebond是一部雙爐的機體 所以 其實本身 正義女神2的資料 除了回歸給DoubleO之外 這個Rebond 也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證 好了 玩了這裡 剩下的 其實我都想提醒大家 握一支窗 其實這支窗也很帥 機密的東西不多 但是整支窗的造型 是很漂亮的 當然 都是用大家平時 異熟能場的一些 DoubleO 或者能天使用的武器 去作為修改 海魯穿堅武的設計風格 其實一看 大家相信都耳熟能場 亦都可以裝在腰間 成為了它的固定武裝 好了 剩下也循例提一提 本身其實它有無數 這麼多接合點 譬如說剛才拆出來 這個肩膊位 已經可以拆其他東西 另外本身 你看到這些GN電容 亦都可以拆出來 加上一些不同的配件 即是你有買力天使 那些半槍 就可以和它交換它 沒錯 就成為不同的武器接點 根本就是 還有什麼可以分享呢 大致上 就真的可以玩一下它的可動 其實 大家都不需要怎麼擔心 就著頭那裡 它一個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 它其實整個頸的組件 向前那時候 你會看到整條頸 是跟著一起動的 變了它動的感覺 就會很舒服 向上望也是 所以雖然它的頭也不小 但是變了它那個可動和前傾 你可以拉長一點 令它再望低一點 有沒有機會用一回事 它就已經給了這個關節 至少不會困到它的邊磨色那裡 是的 沒錯 另外本身胸口的設計 亦都跟能天使一樣 亦都可以 抹開 縮起來 令到它本身的可動性增強 有個觀眾想看多一次的面相 這次沒事的 我覺得 我開了兩隻都沒事 對 這隻就會是拍賣的那一天 那一隻來的 這就是現貨 大家可以現在去檢查 高興到其時 就來到這裏 叫兩口架 因為可能面相太切得球 人們都很擔心 那面相會不會用回同一個模 是 這裏本身的肩膀 其實都是跟其他設計一樣 你會見到 我揭起了 你就會見到有不同的組件關節 有兩排的 變成它動的時候 的幅度很大 亦都不會影響到它這個上臂的動作 而你會見到 剛才我說它跟這個能天使的設定一樣 亦都是在這個空關節那裡 再加到一個可以向上升的關節 令到它整條臂向上動的時候 更加舒服的 另外要讚一讚的就是 本身你要見到關節的位置 亦都有安裝到GN電容 所以變成在外觀上面 更加漂亮之餘 當它屈曲的時候 這一組其實是金屬來的 你會見到它都露出來 但是是絕對不突压的 所以對摺亦都不會有難度 另外本身分了件 令到這個前臂和上臂的感覺 有一個很大的出入 腰部 前後是沒有的 只有左右的 要給點力 好 雖然這隻是被人撕的 你會見到 本身在這一組 胸口和腰部 其實都有一個可動的 可能要快一點點 好了 當然它的裙甲分件 亦都比其他的天使多 因為你會見到這個橫褹 它有三件不同的組件 而每件左肩都可以獨立動的 還是一個波頭 所以變成 真的可以出神入化 當然整件的揭氣都沒有問題 裡面亦都會見到這個 寬關節 用了這個紫藍色 很漂亮 我看到師兄玩爛了裙甲 這麼嚴重 這麼嚴重 所以變成踢腿那些 完全不需要擔心 一定九十度 點子九十度 它本身你會見到 分了大腿 還有這個很漂亮的紫關節 金屬關節 膝蓋 膝蓋 膝蓋下面有一組 這個連動關節 所以變成它動的時候 有時候 是分了三件件 三折去動 所以變成 在這個這麼有趣的設計 令到它那個關節的可動 變態 或者簡單來說 是可以對摺的 而對摺得來是漂亮的 這件事很重要 當然 大家玩Double O 或者玩這個能天使 基本上 都有類近的設計 腳腕 它零零四四都已經 讓你看到它的腳腕的關節 設定 所以變成 你可以很放心地扭 當然 向前動的時候 前面這塊腳背會夾 亦都可以踢得很高 當然 你腳腕 原則上 就不需要可以玩到這麼大的 它給多了你的 再多了 我也怕怕 大哥 那些人都說 很緊 反而我想拍一拍 就是它這個腳腕 這一組的連動 是幾舒服的 所以如果整件事說 用來玩 你又不用怕會玩花 你的關節又可以玩得這麼多 我自己來說 就真的完全收貨 好了 在這裏都用了不少的時間 但我覺得是值得的 這件事 雖然 我都是放在這裏賣 但也不要說我賣花 讚花香 其實真的說 要挑剔的地方 這就不是我覺得的缺點 不過我見到這麼多人都說 也不差再說一次 就是它本身的成形式 就不是用這個噴圖 去處理它這個 Tiffinette Blue的位置 只是用了這個Gross Coating 另外 你太多DLC了 我很討厭DLC的玩法 所以我不要介意 我特意不買它DLC 因為我真的 要是一盒都出給我 你要我分開買 當然 如果大家入了這裏 想追回的 你放心 它通常是越炒越貴的 但就不是我一杯茶 暫時沒有怎樣炒 好 托賴 有興趣的 坊間也不是怎樣大炒 待會見